欢迎大师姐来关心 以色列误杀三名人质 引发全国公愤 以军更证实他们遇害时 不仅赤裸上身 还高举白旗 以军坦言 士兵违反了交战条例 在全国压力之下 总理纳坦雅虎承诺 将继续透过政治 还有军事手段 救回所有人质 与此同时 以色列周边同样战予密布 埃及空军 击落了一架 疑似胡塞组织发射了无人机 而商船频频在红海遇袭之后 瑞士跟法国两家航运公司 也宣布暂停通过红海 高举人质照片发出怒吼 以色列特拉维夫 数千人参与示威 要求政府立即跟哈马斯交涉 救回所有人质 以军误杀三名人质 掀起全国公愤 现在更传出三难遇害时 正高举白旗 为了证明身上没有炸弹 还赤裸上身 坦言误杀人质 但以军参谋长强调 士兵当时正在跟敌军交火 向人质开枪 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决定 面对全国压力 总理纳坦雅胡 也出面向人质家属致哀 纳坦雅胡承诺 会尽一切努力救回所有人质 但哈马斯犯话 除非以军全面停火 并同意用巴勒斯坦囚犯交换 否则不会释放任何人质 以色列周边同样战云密布 以军16号证实 一名士兵在黎巴嫩边境的 军事行动中遇袭身亡 成为第七名在以离边境 遇害的以国士兵 埃及空军则在西奈半岛附近 极罗一架疑似夜门胡塞组织 发射的无人机 而商船频频在鸿海遇袭 继马士基跟赫博罗特之后 瑞士地中海航运公司 以及法国达菲航运集团 也宣布暂停通过鸿海 成为人编译